Hello 我是部长李卓天 然后现在是那个 现在是 他们有点吵 对对对 他们有点吵 我再介绍一下 我是部长李卓天 今天呢 今天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今天呢 是那个今天是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 今天是高冒同的生日 哇好开心啊 大家祝福他 哇 我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现场的休息室 哇这个阵容 已经这个阵仗 就是要涨泡好几斤的这个节奏 当然呢 我今天就是 本次生日会的主持人 所以说这是我的手稿 收费 我们的小高先生在 帮他的高老哥们 签上他独特的签名 独特的签名 为什么说这是独特的呢 是因为这个签名呢 是在他生日当天签出去的 这都是限量版 所以说和平常的 有一些不一样 但你知道吗 今天很帅 谢谢 他哪天不帅 你们怎么能今天这样 这么什么呢 大家都 因为今天你 算了不少 队长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想问一下你一些感受 就比如说 高冒童到今天开始是奔二 然后你已经奔三了 然后你现在有 有什么就是心理 就是一些 没有差多少 没有差多少 对啊 自己还是年轻的 没有 他是我哥哥 因为他今天给我发了一个 他说 怎么说他怎么做弟弟 那是那个哆啦A梦那个 哆啦A梦那个 做一个弟弟 我知道那个 弟弟 然后他发给我 那你就是弟弟了 我是弟弟 好 做一个弟弟 那我要问一下老邱啊 就是对我刚刚问到 超则是奔三 然后问一下你奔四的感受 现在 哈哈哈哈 然后就是你有什么话 想对小高说吗 就是对他以后的一些期望 或者是祝福 小高吗 嗯 你们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团 平致 他平致 再往回往回往回一个 你不是怎么样能力担当者吗 因为你不知道住他什么 说一段英文吧 今天呢 小高生日还是要住小高 生日快乐 然后希望可以 在他考学的时候 可以顺利考上好的大学 然后快快乐地成长 然后可以开始 哇 你觉得好棒啊 大哥哥 来 问一下奔五的精统 奔六 奔六了 对 有什么话 就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想表达出来的吗 对 我觉得过了一年了 不容易 因为上一次高共同过生日 是在 去年 对 是在去年了 因为我记得很深刻 因为是我陪他一起过的 哇 所以当初我觉得 因为那时候在过年嘛 突然就 接到公司的邀请 然后去 觉得不太想来 然后希望高共同在 新的一年里 学业终争日上 终争日上 事业大战红头 哇 一年是一年 因为这次他回来之后 我觉得他进步非常的大 哇 我觉得高共同在 18岁和19岁 有这样的时候就 我觉得是 值得我学习的 哇 江总的发言 真的是 哇大气 好了 我们接下来问一下 这个奔 奔几呢 奔五的贝总吧 奔五 对高孟同奔二了 咱们就老了嘛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 有什么话想要 对这个奔二的高孟同说一下 我就想要住高孟同 住他的人生 可以跟他游戏一样 美美吃鸡 哇 是不是 对 这样让他永远都当第一名 哇 不管是在学业啊 还是在业务上面啊 我最近看他要从北京回来 不导致是进步太多了 太多了 就加入了一些民族委呈会 加入一些民族委呈会 他的我自己现在在看的 所以第一点 各位真心的祝福 我也希望你能够考上好的大学 然后人生越来越顺利 哇 你说 好好的孝顺家人 棒棒的 我要上台了 我要上台了 啊 结束了 结束了 刚刚我在台上表现还不错 表现很不错 今天你是斗根 我是平根 OK 还是要在这里 再跟你说一遍 生日快乐 谢谢 对于今天 大家这个生日会 你其实觉得 他满意吗 满意 好 请大家一下 结束 拜拜